我吃一点啊 给你放好 真乖 危险 程若鱼 你知道我 久仰大名 如风杏子吏 平时都不让人亲近 可你却不同 你是 我是他的原主人 如风 这些年你跟着陛下 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想我啊 原主人 可是陛下是说 是他亲自驯服如风的 如风是当年父亲 送我的吉吉礼 奈何此马桀骜 我又体弱 陛下便替我驯服了他 还教他一点一点 跟我亲近 离京时 我将他留给陛下 做个念想 哦 原来 你就是李泽宁李小姐 多谢你传出锦囊 救了陛下 你在这儿做什么 陛下 泽宁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怎么在这儿 奉太皇太后 致命入宫 顺便向陛下献礼 向朕献礼 你 你 我 我 你 真是一把好勾啊 确实是好宫 射程比朕的三春宫更远 陛下臂力已经进到三担 三春不过一旦二之宫 是该换新的了 三担 何人这般宫为朕 是奴根据陛下炼剑用的剑靶 推测出来的 去拿到神才军军营 第一个拉开此宫并连设三剑 而郑重把新者 赏此宫 陛下 程如云 在 背马 是哪儿 找宽王叔 背马 小姐 那把功可是你花了两年时间 才打之而成的 陛下就这么刺掉了 他果然还在挠我 挠我当年没有留下来 陪他度过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一 一 一 驾 一 鱼儿 你怎么了 那伤又发作了 我没事陛下 调整一下就好了 倒是您的伤 来 朕帮你一下吗 这 我 我没事 我自己可以了 啰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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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那么好的功怎么不要啊 你每日跟在朕的身边 可知朕的臂力是多少 不知道吧 朕的臂力 第一次 臣见到陛下的剑法 是那日云烟之打赌陛下那一剑 射程足有百丈 郑中烈 那时陛下的臂力已有一弹 第二次 陛下徒手 射中侍卫的同窥 徒手入铁窥 陛下那时的臂力已有二弹 第三次 第三次呢 是陛下出宫时 碰巧遇到鱼儿 就鱼儿于危难之中 陛下的这一剑法 极强准巧遇一体 鱼儿每次见到都赞叹不已 那是自然 大开眼界了吧 陛下 陛下 李小姐推断 陛下臂力已有三弹 并不夸张 那您为什么要生气啊 那您为什么要生气啊 朕身边有太多双眼睛 朕那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被囚子俩和程曦盯着 现在又多了一个 朕十分的不惜 以后你尽量远离此人 他 他怎么了 没什么 今早王叔传讯来说 已经有八皇帝的下落 找到安王殿下了 他在哪儿 东郊姓子林 东郊姓子林 陛下 王叔 怎么样了 我让狗坊派猎犬帮忙 他们在此处 闻到了小八的气息